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C632热年测试仪 首先来看一下仪器的一个外观 仪器的后面呢是那个气源 仪器的右侧呢它是那个电源开关 这边有一个那个232串口 还有一个是那个脚踏开关 然后这个是紧急按钮 这两个是一个两个温度控制 显示温度的上风头下风头 然后这边是一个速度调节选钮 然后这边是一个实验模式的选择 这边是一个实验操作的 这是一个显示屏 这边是一个压力的传感器的显示 这个地方是调节压力大小的一个调节选钮 然后这个是左夹头 也就是下面是传感器 这边是动价头 它是进行移动的 移动的 这个地方是一个线位的一个 一个线位旋钮 线位旋钮 来限制这个动价头回位的一个位置 这个地方是一个适样的一个热风 热粘的 下去进行热风 热粘的一个口 进一个口 现在我们来做一下这个热粘实验 先打开电源 然后我们的显示屏会显示固的 这个时候正常情况下预热10分钟 会跳过 当预热时间过了以后 会显示4个0 这为待机状态 在这个状态下 我们点击实验模式 Hot Tech 然后选择相应的Hot Tech的速度 1500或者是200 这个时候我们再设置 这个风头 上下风头的这个温度 比如说我上下风头都设置100度 我进行调节就可以了 调节 调节设置 然后这个时候 我可以点这个Set Up 就设置 然后进行设置T1时间 T2时间 T3时间 然后再设置一个P 就是热风的压力 通过调节 这个选择来看 通过调节选择来看它的压力 把这些压力都设定以后了 我们就开始装加摄像 然后这个摄像呢 我们一般取这个长400 至少400 宽呢 有15 一般是15 然后呢 首先呢 我们先 摄像的一端 夹在 定夹头 也就是左夹头 摄像的另一端 我们夹在动架头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先调一下这个动架头的位置 首先把这个调节选钮 我松开 然后锁定它 然后 按照步 移动一下 然后 回味一下 好 然后这时候有一个那个 叫勾板 它会上来 这时候我们把 这个摄像团 它穿过去 穿过去 都是穿过去 穿过去 然后这个 这个摄像就这样摆放到这就可以了 当这个温度达到了 我们这时候 按一下这个实验键 然后这个勾板会把实验拉下去 然后进行一个热锋 热锋完毕以后 会等待一个时间 好 这时候一切会自动出一个最大值 叫热粘力 这个时候呢 然后下个我们如果做这个热风强度的话 做热风的时候 首先我们选择 这个热风模式 热风模式 然后在这个模式下呢 它这个动加头就不会动多了 装甲是一样的 也是这个装甲好 然后这个摄像团这钩板穿过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有一定的余量 然后这时候 等我们的温度达到了 这时候我们点一下实验键 然后勾板 会往下拉 这时候进行一个热风 热风完毕以后 这个时候它就不动作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拿下来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转出来 转出来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抗拉 这时候我们可以先回味一下 然后选择一个抗拉 再点实验 然后把这个热风给拉开 拉开 然后出一个结果 这就是热风强度 然后除了这个我们可以做热粘 还有热风以外 我们这个仪器 还可以做玻璃 还有这个抗拉 就是我们直接就把这个摄像 这样的一个装甲好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这个时候就可以 就不用穿过这个钩板了 直接夹住就行了 再加紧 然后这是我们选择相应的速度 然后点实验键 这是做一个抗拉 好 拉断了 然后会出一个最大支 会位 同样玻璃也是 制好摄像以后 夹住 然后选择 玻璃 然后点实验 它会有一个动作 也是不需要穿过钩板了 也因为热粘和热风的时候 需要穿过钩板 这个C632 与HTT-L1的区别呢 就在于 这个 我们有一个钩板会进行 实现自动静样 实现自动静样 再一个呢 它可以有 这个热风实验的一个模式 它的主要的区别就在这里 感谢观看